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 好像没有中年似的 其实最可宝贵的是中年 一个人老不老 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来做标准的 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 是 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 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 而并不讲究怎么样好好地活下去 没想到七十多年前的电影 就把中国式的人情世故都演了出来 无论思想还是计方 都是相当超前 但如果放到现在的话 可能都不能过审 故事发生在上世界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正值清明节这一天 绍长带着孩子们来给王妻扫墓 自从妻子去世后 已经过去了六年 绍长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这些年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劝他再娶一个妻子 这样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然而绍长却始终不同意 因为他看到好友在婚后 好友的女儿敏华备受后妈的虐待 生活过得十分不如意 只能在母亲的坟前哭泣 这让绍长深感婚姻的选择 对孩子们成长环境的重要性 所以绍长选择暂时不考虑结婚 等孩子们长大以后再说 相比婚姻 他更在意的还是他亲手创办的自强小学 每次提到这件事 他都神采奕奕 他的学校从一开始的十二个学生 慢慢发展到有三百个学生 这让他相当的骄傲自豪 毕竟那个时候的人们 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 能招到三百个学生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事 绍长的工资 除了要养活一家人外 还要时不时接继姐姐一家 因此日子过得相当结局 多年过去 孩子们也都长大了 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的大儿子建忠 毕业后 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 拿到第一份工资后 他十分开心 终于可以自己赚钱了 就在建忠兴奋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 冯经理的两个女儿走进了银行 他们身上散发着有钱人 才有的那份高贵优雅的气质 瞬间让建忠这个穷小子看傻了眼 冯经理看到建忠的考试成绩优异 也非常看好这个年轻小伙 于是请建忠给自己的两个女儿补习功课 建忠受宠若惊 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建忠明白 如果他能够娶到经理的女儿 那他的前途自然一片光明 而和大小姐们接触 肯定要讲究一下外表 于是他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 给自己买了一条新领带 还买了一些小零食回去给大家分着吃 姑妈提醒他 有了钱要好好的用 别乱花 待会等你爸爸回来 你就把今天拿到的鲜水交给他 叫他也乐一乐 爸爸又不是没钱用 你不懂 做父母的 有一天能用儿子的钱了 哪怕就是一块钱 也会让他高兴的 建忠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交给了父亲 吃一颗 绍长十分激动 在原地愣住了 还是姐姐提醒他收钱 才反应过来 绍长白白手让儿子自己用 建忠很高兴的 就要把钱往怀里揣 可绍长突然又叫他把钱拿过来 建忠有些失望地将钱递给父亲 绍长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张 算是儿子给自己的心意 建忠满心欢喜地把钱收了回来 随后 绍长自己花钱 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建忠的老师 激动地说 这是建忠分给他们吃的 还说现在建忠能自己赚钱了 分完糖果之后 情人见到了敏华 此时的敏华 亭亭欲立 自从十年前 敏华跟随家人搬家 俩人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敏华告诉绍长 去年父亲去世后 后妈对他的态度更差 甚至还要把他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 敏华不愿意 就和后妈断绝了关系 这次来学校 就是希望绍长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好养活自己 得知敏华学的是师范专业 绍长便让他留在学校当教员 在学校管吃管住 虽然敏华没有工作经验 但他对教育充满热情 他拥有温柔的性格和耐心 很快就赢得了老师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 令绍长感到惊喜的是 敏华还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 他坚决反对体罚学生 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教育方式 应该被淘汰 他主张因材施教 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和需求 进行个性化教学 这些观点使绍长对他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 大儿子建中在补习的过程中 成功地俘获了经理女儿的芳心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双方父母见面这天 绍长在大街上刮胡子 正好见到儿子和冯小姐从理发店出来 他连叫了几声 建中却装作没听见 还是冯小姐说有人在叫他 建中才极不情愿地走到父亲面前 说了父亲两句 爸爸 你这个人简直糟透了 怎么了 你刮胡子 为什么不到店里的去刮 他要在马路上刮呢 这是价廉物美的有什么不好人 偏偏又给他看见了 他回去一定告诉他父亲 说你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 哦 我不登大雅之堂 顶多我不去吃饭就是了 将来你们结婚也别找我做主婚人 绍长虽然这么说 可到儿子结婚的时候 他还是去参加了婚礼 婚礼结束后 跟随冯小姐陪嫁过来的佣人 一来就抱怨少长家的简陋 又没电话 又没冰箱 还没有抽水马桶 甚至连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 让佣人只能睡地上 冯小姐马上让建中给佣人弄张床 可大晚上的去哪弄床 建中只能上楼 请求妹妹让一让 妹妹一听就来气 为了让建中结婚 家里人已经把屋子夺让他了 他和爸爸只能睡一间房 连姑妈都搬出去住了 家里人为他牺牲这么多 如今为了一个佣人 还要让自己妹妹睡地板 妹妹自然不肯 为了不让儿子为难 绍长主动让出床位 自己去睡地板 虽然建中有些过意不去 但还是把窗拿给了佣人 可冯小姐却哭闹起来 建中只能拍着凶土保证 一定好好努力 将来让他住上花园洋房 时间一眨眼两年过去 建中有了自己儿子 凭借岳父的关系 建中已经是银行的副经理 实现了买花园洋房的小目标 搬家时一家人都很高兴 可绍长却有些不开心 因为新房离学校很远 只能几电车往返 建中看到后很不是滋味 觉得父亲这样 会让自己很没面子 就想给父亲买个三轮车 可老婆不同意 他觉得在学校赚的钱 还不够三轮车钱 干脆让老头子别去学校了 在家里做个老太爷就好了 建中听了老婆的话后 就跑来劝父亲 绍长很疑惑 可是我并不老啊 我身体这么结实 精神又这么好 哎 你弄错 你得认清楚 一个人老不老 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 来做标准的 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 来决定的 比如你 人家觉得你现在 是一个老太爷了 你就得按照老太爷的路子走 不然人家看了就不顺眼 绍长虽然不乐意 但拗不过儿子 最终只能答应 学做一个老太爷 他辞去了校长职务 把学校交给了敏华 这也是对敏华能力的肯定 但敏华毕竟是一个女人 迟早是要嫁人的 这让他担心敏华结婚后 会放弃学校的事业 敏华听了之后 斩钉截铁告诉他 自己绝不会放弃事业的 而且他也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绍长本想追问为什么 敏华却岔开了话题 成为老太爷的绍长 很快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 家中张灯结彩 许多亲戚朋友和名人志士 都前来道喜 场面十分热闹 然而绍长却无法感受到任何喜悦 他躲在楼上寻求一片宁静 姐姐来给他过生日 眼前的景象让他很羡慕 可绍长却吐槽 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简直无聊透顶 姐姐无法理解他这种痛苦 姐姐来除了道喜外 还为儿子小川的婚事 小川和绍长的女儿青梅竹马 也算是天生的一对 绍长也很开明 他信奉婚姻自由 只要女儿愿意 他没意见 就在此时广播里 传来建中之前录好的一段宣传语 题目是青年的休养问题 建中在广播里一本正经地告诫年轻人 不要沉迷于赌博 一定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可就在几分钟前 自己还在跟着一群所谓的社会名流 在打麻将 听到这广播 绍长又感慨起来 听见了 哭说八道 现在的一般所谓社会名人 恐怕都跟我儿子一样 把欺骗当作种职业 刚说完 姐姐就被叫下楼去打麻将了 绍长觉得无聊 于是掏出怀表想看看时间 突然 她想起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去学校了 一股冲动使她独自一人来到学校 一到学校 绍长立刻感到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 家里的山珍海味对她来说毫无胃口 但是在学校里 她的胃却开始咕咕作响了 敏华看到她的到来 热情地给她端了一碗稀饭 绍长吃得津津有味 感觉浑身舒坦 她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啊 随后 绍长问起了学校的近况 敏华表示 日子越来越难 教员们每天都只能吃稀饭 绍长之前养的猫因为没啥好吃的已经跑了 俩人就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 浑然忘记了时间 绍长一直待到很晚才回家 家人差点都报警了 见她安然无恙 大家又去完牌了 绍长叫着信家 想聘请她当学校的董事 让她给学校捐点钱 帮学校渡过难关 信家都开口了 冯经理也不好拒绝 当即就答应 可见钟却不乐意了 觉得这件事应该事先和她商量商量 再和老丈人说 而且一个破学校有什么好做董事的 绍长被大儿子说得哑口无言 或许是觉得自己说得太难听 毕竟是老爹的生日 见钟决定给父亲送个礼物 绍长满心欢喜地打开盒子 里面的东西让绍长脸色大变 盒子里竟然是一个目的的样板模型 我最近买了一块地 风水很好 我们想招这个样子给你做寿坟 等你百年之后 再把妈的坟跟你合在一起 今年是你老人家的五十整寿 这也是我们做小辈的一点心意 大儿子的礼物让绍长心生一股寒意 他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 如今却成了孩子们眼中一个无用的老太爷 只会混吃等死 当然他不是怕死 只是害怕等死 我不是怕死 我怕的是等死 儿子儿媳觉得送错礼物 转身要走 绍长叫住儿子 表示自己实在受不了无所事事的生活 想出去找点失作 见钟却拒绝父亲出去上班 毕竟一把年纪还去上班 这不是让他背上不孝的骂名吗 他建议老爹实在无聊可以去旅行 种花 养鱼 玩鸟 念佛 收集邮票都可以 绍长听了之后 挨个进行了尝试 这些事一开始还有些意思 但时间一长又变得很无聊 转眼又到了一年清明节 孩子们都忙于各自的事情 绍长只能独自来到王妻的墓地 默默凝视着 正巧遇到了前来扫墓的敏花 面对善己仁义的敏花 绍长终于可以倾诉一番他内心的苦闷 得知他的情况后 敏花当即劝说道 其实你真应该出去做点事情 像你这样的年龄 学问有了 经验也够了 这是人生最成熟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要是不好好的利用 那就太可惜了 绍长却说 孩子们已经将他视为即将入土的老人 甚至连坟地都准备好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为家人和社会 做出什么贡献 敏花说道 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 除了青年就是老年 好像没有中年似的 其实最可宝贵的是中年 受到敏花的鼓舞 绍长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只有50岁 仍然可以重返发挥余热 为社会创造价值 于是决定重返学校担任教员 他每天早出晚归 瞒着家人 但最终还是被儿子发现 现中感到父亲伤了他的面子 他向儿子解释道 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没有快乐 活着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次绍长没有再让步 儿子反而束手无策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学校 绍长重新穿上那件破旧的教员制服 内心无比舒畅 可刚重新投入学校 他就得知学校的骨干教员孙先生 准备辞职去南洋做生意 孙先生觉得教员工资太低 没有前途 敏花想劝说他留下 但孙先生已下定决心 临走前 孙先生还拜托绍长一件事 原来他一直暗恋着敏花 但过去他是个穷教员 不敢向他表白 如今他有了出国赚钱的机会 因此请求绍长帮他说梅 绍长没有理由拒绝 但他心里却有些不自在 实际上 绍长并不想敏花嫁给孙先生 因为他对敏花也抱有特殊的感情 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表达出来 那你为什么劝我跟他结婚 难道我还能叫你跟我结婚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件 直到这时 两人才终于得知了彼此的心意 也终于放下了一直以来的顾虑 可当两人决定结婚时 却遭到孩子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觉得老爹一把年纪 还要和一个小姑娘结婚 而且这个小姑娘还是朋友的女儿 这让外人知道了 他们一家人的脸往哪里放 为此他提出三个条件 试图阻止父亲的婚事 如果你一定要结婚的话 那么我提出三件事情请你考虑 第一 结婚那一天 我们全体不参加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没有礼貌 第二 你结了婚得自己找房子 我们这儿不能让刘敏华进门 我们不要这个后娘 第三 我岳父是学校的董事长 现在我代表我岳父 以董事长的名义 解除刘敏华校长的职务 这件事不仅儿子反对 敏华的后妈也反对 她跑到学校大骂绍长这个年纪 都能当她爸爸 还想娶敏华 简直是人面兽心 面对双方家人的反对 绍长无言以对 可敏华却丝毫不在意外人的眼观 她觉得结婚时 如果家人没来道喜 那是他们可耻 她也不愿意和那般不孝子住在一起 不让做校长 可以自己再去创造一所学校 你不能把旧的东西看得这么宝贵 你得有狠心 不掉旧的才能去创造新的 绍长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对自己这么残酷呢 她对孩子们的婚姻 都是抱着自由的态度 可到自己结婚 却像犯罪一样 不禁感慨道 这个世界大概是年轻人的世界吧 敏华劝解刀 你又错了 你以为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 绝对不是 他们不过是为老先衰的一群罢了 正说着 孩子们叫他们去郊游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 绍长突然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 她感慨道 我现在才知道生命的可爱 在我的面前 不管是一片云 一条河 一棵树 一把土 我觉得他们每一样都是活的 随后 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一处墓园 里面正在施工 而这座墓园 恰好是大儿子建中 为绍长准备的坟地 绍长无奈地哭笑道 没想到自己活着没地方住 死了倒是有地方睡 敏华感慨道 是 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 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 而并不讲究 怎么样好好地活下去 绍长忽然灵魂一闪 他提议将墓地转变为家园 利用多余的空间建设学校 修墓的老师傅对此表示疑惑 认为怎么可能在坟地上盖房子 然而绍长坚信 活人的生活比死人更重要 不久之后 陈氏墓园变成了陈氏小学 敏华也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绍长看着怀中的婴儿 波金感慨万分 觉得自己的生命 好像才刚刚开始 影片哀乐中年 产于1948年 由桑胡指导 1949年上映 豆瓣评分9.3 电影诞生在旧社会 或新社会的夹缝里 以电影的方式 记录着当时的生活方式 探讨着横骨不变的问题 当下在看这部电影 里面所讲的东西 却丝毫没有过时的部分 这也可以看成 是时间在某些东西上 出现的停滞现象吧 把这些影像化记录下来 在日后的很多年 依旧绽放光彩 这就是电影的极大魅力